士林国小历史档案告诉我们的是 士子如林 上集 这里介绍古老士林的文教情况 士林古称八之兰 读书风气盛 有三部一秀 五部一举美誉 到处都是秀才举人 士子如林 故称士林 事实上 那是美丽的误会 1859年 咸丰九年 张权蟹窦焚会古城芝兰街的旧街后 潘永清等人规划新街于夏树林 大地主曹七合派下同意 允个人自由租界 并现庙地已作公用 夏树林也称霞树林 树林谐音士林 可能那样才改称士林吧 古代士林确实是文风鼎盛 在国民学校出现前 有很多宝学知识 有很多宝学知识 半私俗 开馆授图 陈维音 1811年至1869年 嘉庆16年生 举人 在大龙洞保安宫内 设立数人书院 士林潘家潘永清等奉之为师 士林许多士人都出自他的门下 另外 潘永清之父 公仇先生 1794年至1856年 生于乾隆59年 以教学为业 应是士林早期的私俗名师 板桥林为源 与许多士生都自称门生了 1840年 道光20年 20岁的潘永清 在知山岩会记公旁 见文昌词 位置在今日的语农阅室 并创立艺术 聘请泉州府人 付其为主事 聚集许多名师授课 士林文风日盛 1868年 同志七年 潘永清倡议 将供奉开张圣王的会记公 奉赐观音的知山岩寺 与文昌词三合为一 1895年 光绪21年 才合并完成 士林国校100周年校庆文集中 潘乃雍文中指出 知山岩艺术由杨熙侯主持 因指清末时期 杨熙侯 1843年至1922年 又名杨永路 外双西人 清末知名文人 其子为杨敦墨 其孙为知名文史学家 杨云平教授 杨熙侯曾担任会记公主委 1917年 大正六年 刘友迎联 曹靖 1817年至1859年 生于嘉庆22年 在道光咸丰年间 是士林的名师 与淡水关渡黄静 合称为淡北二静先生 其后有记载的先生们有 曹天相 魏炳文 丘仁 曹笛成 何炳奎 朱焕奎 赖维邦 张春生 何子一等 于知山岩等地开馆授图 魏炳文 生于1851年 咸丰元年 曾任板桥林本源家总干事 1890年 光绪16年 返回士林 任教于知山岩义俗 丘仁 生于1850年 咸丰二年 执教于石角 赖维邦 清朝秀才 任教于知山岩义俗盛九 张春生在永福执教 约在养德大道林语堂故居附近 何子一在草山 阳明山执教 走进今日 士林国小的大门 四世走进时光隧道 历代校门一夜夜底闪过 看到八支兰工学校门住 就知道回到创校的年代 翻出士林国小保存百多年的教师履历 这是第一手资料 乡试地呈现清末士林文教实况 没有学过日语 而被聘为汉文教习的是三位秀才先生 其中最先聘任何秀魁先生 1857年至1938年 何先生1857年 咸丰七年生 驻士林大北街 三十五番地 1866年 同志五年 九岁起 授业于吴丰南 郭生文 林春登 成登元等人 先生自1879年 光绪五年起 分别在周伟庄 慈贤宫 与大北街开馆授图 为慈贤宫重建顾问 青转己福 银帘 慈贤儿是先生墨宝 夜诗中 陈登元 1892年 光绪18年 近世登科 墨诈吉英庙 留有陈尽世 银帘墨宝 网络上有陈进士正陈亭职上面 何秉奎先生在1897年明治30年 40岁时 才任职八芝兰工学校前升职国语学校第一附属学校 至1904年明治37年离职 共服务7年 其后持续开馆讲授汉文 常献身于早年各项活动中 士林简易农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照 草山工学校新校舍落成等 亲属维文技术秉奎先生晚年生活 介绍了殖民地时代里 师氏曹敏 周昌明 赖虹 陈登元等 1872年 同志11年 年方20岁 开始在 开始在德行庄 石教庄 南亚庄等处 开馆授图 1898年 明治31年 46岁的曹敌城 才公职 刚从第一附属学校改名的 巴芝兰工学校 至1904年 明治37年离职 共服务6年 曹敌城亲手撰写 汉文教材 可说是第一份 国民学校里的 汉文教材了 聘任曹敌城后一年 再聘任朱焕奎先生 1854年 至1920年 三位秀才先生 同时任职 朱先生 南亚人 1854年 咸丰四年生 驻南亚234番地 1865年 同志四年起 授业于 秋玉 吴国英 曹敏 吴兆基 周腔明 黄震 奈红 陈登元等先生 朱先生于1878年 光绪四年 年24岁起 开馆授图于 八芝兰旧街 内湖 慈禅宫等处 朱焕奎先生于1899年 明治32年 45岁时 才公职于 八芝兰工学校 至1907年 明治40年离职 共服务八年 朱先生接受各项讲席 在转至 在转至基隆工学校等处任职 先前聘任这些未受过日语教育的汉文教师 当然是基于当年所采取的怀柔政策 建台湾总督府 聘任朱先生之文书 还有在1909年 明治42年时 聘任朱焱为社子分教厂裁缝教师 朱焱老师 朱焱老师 住三角浦 曾随朱元亨学习汉文六年 其他在总督府 知山岩学堂先学过日语 留在八芝兰工学校任教的教师们 多在光绪年间出生 学日语时皆已经成年 如柯秋节 陈兆兰与奈养怀等人 柯秋节 1872年至1945年 驻士林节279番地 1881年 光绪七年 九岁时在士林节 习近斋 敬俗斋入学 年十八岁起 在慈仙宫讲学 台湾巡抚宝举从酒品 1895年 明治28年 刚签订马关条约 23岁的柯秋节 已经在总督府学务部 担任临时雇员 同年在知山岩学堂 学习日语 1896年 明治29年 24岁时 先生才任职 巴之兰公学校前身的 总督府国语学校 职务名为主托 任职至1907年 明治40年 35岁时 才离职 先生是殖民地 时代的知名人物 出现在1904年 明治37年 北投公学校校舍落成 与1925年 大正14年 士林敬老会的活动中 陈兆鸾 驻大东街27番地 1884年 光绪十年 8岁时入学 诗室李文成 何炳奎 陈登元 陈廷真等人 1895年 明治28年 19岁时 入学知山岩 学务部学堂 学习日语 1896年 明治29年 20岁时 任职 总督府国语学校一年 赖养怀 赖养怀 1879年 至1945年 祖士林街382番地 1885年 光绪十一年 六岁起入学 诗室 士林知兰书氏秀才 吴文成 知兰雪骨斋 领生赖维邦 1895年 明治28年 16岁时 才入学知山岩 学务部学堂 学习日语 1907年 明治40年 28岁起 在巴芝兰工学校 任职12年 刘颖在多年的 毕业照中 敬请继续收看 士林国小历史档案 告诉我们的士 士子如灵 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